红装女郎创意出场 立即吸引全场目光 晚会主持人之一的林富贵 恩罗多姿地缓缓走进会场 一旁景仰的男士频频送花 一场充满创意的开幕安排 先为现场宾客打了一针兴奋剂 立即赢得全场热烈掌声 这是美南旅馆工会 及北美洲台湾旅馆工会 共同举行的年度大会 由于叶德云同时担任两会会长 因此总会会长交接典礼 与当地会馆安排在同一点举行 使得创会会长邱璇皇 前总会长许清松 汪俊宇 汪卫星 南加州旅馆同业工会 李德阳会长 美东旅馆同业工会 蔡庆辉会会长等代表 专程前来祝贺两会交接大典 我们所做的事就是 丙承我们的优良的谈访 他去希望来参加 我们的经馆工会的会员 还有一些都是非常地优秀 很高兴今天我们有 很多来自外地的好朋友 包括我们下一届的总会长 王总会长 还有我们美东的蔡总会长 还有我们美西的李总会长 还有我们创会车总会长 还有我们许委员 当然我们本地的 陈美哥乔委员 还有李淑英乔委员也在现场 还有所有来自其他各州的嘉宾 你们是不是都感受到 我们美南的热情啊 当天接任总会会长的王振皇 在陈家宴处长见证下 从业的云总会长手中 接下答应 并宣布上任后 将致力推展会晤的方向 美南台湾旅馆公会 则由何一中接任会长 表示夫婿严洁的工作精神 将成为他学习的榜样 并希望未来能在会晤上 开展更宽广的视野 广招不同年龄层的会员加入 我也希望能够广招各个 不同年龄层的会员 让我们旅馆公会有不同的视野 有不同的发挥 也希望我们能够完成 世代的传承 最后呢 我要谢谢叶德云会长 还有我们的荣誉理事长陈美芬 对我的照顾 对我的支持 对我的爱顾 那当然我要更感谢我的家人 我的先生严洁 他是美南台湾旅馆公会 第24间的会长 也是非美总会 第12间的总会长 他做事的态度 我怕他服务抢受的精神 是我的榜样 我也要谢谢我的女儿 颜欢 还有我的儿子颜威 因为我家人的支持 是我向前走的重力 当天贵宾云集的会场热闹非凡 国会议员艾尔玥 德州众议员 Hilber Vog 君吴都亲自出席 颁证贺壮 中场抵达会场的 休斯顿市长 Servister Turner 对美南旅馆公会 在哈维风灾中 提供的协助表达之意 因此年会当天 亲自出席 制证贺壮 并将2019年6月29号 定为美南台湾旅馆日 And whereas on June 29, 2019 The Taiwan Hotel Motel Association of Greater Houston 28th Annual Convention and an inaugural ceremony gala will be held at the Ocean Palace Restaurant The City of Houston commends the Taiwan Hotel Motel Association of Greater Houston for its commitment to the hotel motel owners in our community and extends best wishes for continued success Therefore I Servister Turner Mayor City of Houston Hereby proudly proclaim this day June 29, 2019 As Taiwan Motel Motel Association of Greater Houston Day in the City of Houston Mayor City of Houston Thank you wonderful 今天呢 我们市场刚才三个6月29 是我们休斯顿的美南旅馆公会日 I want to present this certificate 由美南台湾旅馆公会发起 想应市长协助低收入户学生购买学生用品的募款活动 购募得一万元善款 晚会上所有捐款人上台将支票亲手交给了市长本人 一天同时卸下两会长头衔的叶德云 当天可是无关一身亲 但会长任内频频与台湾旅馆公会缔结友谊 进行交流 计划今年邀请台中旅馆公会也成为该会姐妹会成员 我们美南旅馆公会 现在是跟美东南加州旅馆公会 台北市旅馆公会 高雄市旅馆公会是姐妹会 那今年呢 我们在与台中市旅馆公会要结姐妹会 所以我们现在有五个姐妹会 同时我们这一次在台湾之行 我们也见到了屏东旅馆公会的李市长 还有宜蘭旅馆公会的李市长 还有就是我们也见到了中华民国旅馆公会联合会的李市长 年会当天张荣森林富贵及去年 休斯顿华步小姐颜欢先后出场主持晚会 现场不但安排了莫国风琴乐团演唱 拉丁热舞也在会中突然由后场出现掀起一阵热潮 现场摸不完的奖项一波波进行 休斯顿唱将顾宝鼎顶王伟兰等人也纷纷上台献唱 一路延烧晚会的热闹气氛